直到辅导员搜出你的结婚证 整个宿舍才知道国民女神是你老婆 看着宿舍里爆炸的几个好大 你尴尬又苦涩地笑了笑 对对对这是爸爸我喝醉了半的假证 可让儿子们没想到的是 你真的是被灌最后片去和他领证的 只因镜头前温柔甜美的国民女神 背地里却是一个变态 你作为邻家弟弟 更是成了他的私人玩具 此时工作人员看着醉醺醺的你 询问女孩真的是自怨的吗 冰冰也是露出甜美笑容 你猜猜工作人员人傻了 这样的甜美女神 哪个男生会不自愿和他结婚 可你确实是被强迫的 隔日你拿着结婚证 坐车来到了冰冰居住的独栋别墅 你叫安泽剑是个魂穿者 在原来的世界是个万年单身狗 虽然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蓝星上广为流行的影视作品 音乐和许多人文作品并不存在 但是你却没有改变的想法 甘愿当一只小咸鱼 冰冰是这个世界上的大明星 作为你的青梅竹马 你从小就知道 冰冰有着强势霸道的性格 甚至还有暴力倾向 别看他身材娇楼 他可是某界的散打冠军 可即便如此你依然喜欢上了他 在冰冰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发现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别的孩子会哭 但是你好像从来没哭过 小不点我命令你哭 书上说不会哭的小孩多半是智障 好啊你不哭是吧 我要想办法让你哭 不能让你变成智障 可无论冰冰小萝莉做什么 你就是不哭 气得小萝莉暴躁无比 粉嫩的小脸一阵痛苦 你就静静地看着他 享受他的暴躁 冰冰姐虽然脾气暴躁了你 但从小到大 他处处为你着想 直到去上了大学 你也没能跟他表明心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得知被冰冰这个大明星骗婚后 你别提有多高兴 但你不能表现出来 反而是感到全身冰冷 没有恋爱经历的 你觉得这是一定个阴谋 因为冰冰从小就没少捉弄过你 此时你站在公寓门口 你打定主意我要离婚 就在你有这个想法时 脑海中想起一道电子合成音 检测到触发条件躺平 完美人生系统开启 一语冰冰离婚奖励 一辈子当单身狗 二语冰冰亲吻奖励 签到打卡模式开启 奖励商店货币一万一 摩天大厦所有全魅力 加成药水 当了一世的单身狗 看着这琳琅满目 千七百怪的打卡奖励 刚刚还信誓旦旦要离婚的女 陷入了沉默之中 恩暂时不离了 小区里很安静 这是帝都的高档别墅区 一套房子算下来的 要至少要两个亿 然而这套别墅 是冰冰一年前全款买的 这个女恶魔 好像很有经商天赋 像是突然掌握了财富秘密 她第一次买彩票 就中了一张五千万的彩票 然后她用这些钱 买了好几套房 而她买的那几套的房子 现在开发成新的城区商业中心 几套房子直接升值了十几倍 她好像还投资了股票 什么乱七八糟的 总之是投什么赚什么 赚妈了 她现在这个富婆 到底有多少存款 你并不清楚 只知道她很有钱 虽然你也想和她结婚 但是你至少得搞明白 这个女恶魔 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站在别墅的电子门前 你按了按电子门里 可按了几次都没有什么反应 于是你只好对着门 喊着开门 别躲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处立堂皇的别墅内 长相甜美 黑发披肩的冰冰 她靠在门后面 那张绝美清纯的脸 满是纠结和苦恼 而你却不知道 她怎么喝了点酒就冲动了 真的骗这个傻弟弟去结婚了 重生回来 她明明是想着温水煮青蛙 让你慢慢爱上自己的 谁知道这你呆子不开窍 三年了还那么怕自己 去上大学后 更是找各种理由躲着她 她心想你现在来 难不成是准备要跟自己离婚 不行不能离 这臭弟弟敢提离婚 打抱她的狗头 这般想着 冰冰打开了别墅的大门 她颇为高冷地看了一眼 好似无事发生一样 轻飘飘地说到臭弟弟 找你冰冰姐 有什么事 她垂在身侧的鲜鲜玉手 不时的用力握成拳 这暴露了她的紧张 你本是有一股子气 原本是想大声质问她 但是被冰冰冷冷地看了一眼后 你的语气瞬间变冰冰姐 说到冰冰姐结婚证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将结婚证拿了出来 而冰冰见你拿出结婚证 她那双看似淡病 实则闪过一抹慌张 怎么办这弟弟果然要提离婚了 冰冰一时间慌张了 顿时有点不知所措 要不先把她打晕 她晕了就不能开口说话 不能开口说话 自然就不能提离婚了 然后冰冰轻盈一跳 用她看似纤细柔弱的手臂 一个手刀干净利落地卡 在了你的脖子上 随着脖子上一通 你眼前一黑 身子直直地倒了下去 好在冰冰眼急手快 伸手把晕倒的你得接住 沙发上冰冰踩上沙发 玉腿分开 就那么骑在安泽剑的身上 冰冰用鲜鱼指 拖着自己的下巴 陷入了沉默 接下来怎么办 要如何才能阻止 这个臭弟弟不离婚 前世的时候 冰冰一直在等 这个傻弟弟对自己告白 可是她等啊等 等到成大龄圣女了 这傻弟弟就是不主动 直到出车后重生 这一世她不能再傻傻地等 这傻弟弟从小就脑子缺根听的 她下定决心 要主动追着傻弟弟 不能像上一世那样错过 毕竟女孩子不主动 怎么会有故事发生呢 都说女追男格层杀 冰冰以为自己主动 聊你这个傻弟弟 你很快就会被自己拿下的 可是她发现 越是追着你这个傻弟弟 你反而得更远了 对她更害怕 见着她 总是一副担心被吃了的模样 虽然她的确想吃了你 但不是吃肉的那种事啊 前些时间 冰冰总结了一下 自己攻略不下你的原因 那就是她在你面前太不像女孩了 都说日久生起 冰冰很快就想到结婚 李若冰不由地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骄傲 于是便有了冰冰约你出来吃饭 用和善的眼神让你自己喝醉 再然后便是她光明正大的 去明镇局里领结婚证 她可没有动手逼追你 是你自己愿意喝醉的 别墅内很安静 李若冰漆坐在你身上 因为在家里 她穿得比较凉快随眼 她此时穿着超短的牛仔裤 一双纤细的眉腿如白玉斑 你能感受到 你的身体散发着一阵阵热量 让她的身体也跟着热烈些 更是能感受到 她的心脏在强有力地跳动 盯着你帅气的脸庞 眼神渐渐迷离 雪白清冷的脸庞 悄然出现一抹红韵 不男寡女 氛围变得暧昧 自从去上大学后 她和你这个弟弟 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单独相处 更别提有这样的亲密接触 冰冰看着你那张冷漠有形的嘴唇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要不亲一口 不行不行 你可是女神 你怎么能主动偷亲别人呢 女孩子要矜持 可是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 错过了就没有了 而且安泽剑现在是自己的老公 偷亲自己老公不犯法了 这个念头一出现 就跟引诱人堕落的恶魔一般 一直蛊惑着冰冰 冰冰骑在你身上 纤细地扭腰缓缓向下弯 不激 冰冰快速地在你的唇瓣上落下一个吻 冰冰本想如敬品点水般 偷亲一下就离开 谁知道一亲她就舍不得分开了 哪怕是算上前世 这也是她第一次亲吻 当然小时候她也亲过你几次 但那个不算 因为那几次的是小小的恶作剧 冰冰漂亮的大眼睛 湿漉漉的有些陶醉 那张清纯甜美的脸 此时也带着几分紧张 像是个偷吃进果的小女生 软软的有点温热 这感觉像是在吃果冻一般 这就是接吻吗 就还行吧 机会难得 她可以再亲久一点 还不是因为她亲上你了吗 就在冰冰陶醉在亲吻中时 晕过去的你慢慢悠悠地醒 你迷离呼呼地发出声音 见到你要醒 冰冰立刻结束亲吻 她仍是骑在你身上 摆出高冷欲解的魔 像急了女王殿下和她的男丑 你迷离呼呼地睁开眼 让冰冰没想到的是 你却露出可怕的眼神 看着冰冰的嘴唇 因为女恶魔下这样的狠手 从法律层面上讲 相当于是谋杀亲夫了 但冰冰却一脸嫌弃 谁知道你身体那么弱 一碰就懂 听见说你身体虚 你直接急了 这叫没用力 好吧这个女恶魔天生神力 冰冰姐你到底为什么要灌醉我 骗我去结婚 安则见 当然是因为喜欢你啊 想到这冰冰清冷的脸微微的红了 并且嘴角微微上扬 要不是被来了那么一下 然而听完冰冰的告白 你却是露出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你以为她是在捉弄你 见着你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原本还露出微笑期待着什么的冰冰 立刻冷下了你 冰冷危险的气场十分具有压迫感 果然见她冷着脸 你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她恼羞成怒了 急了急了 看着冰冰露出这样恼羞成怒的表情 你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快感 行了说正经的 我之所以跟你结婚 是因为我最近要参加一个主持人的岗位 这个岗位有一个规定 只招收已婚的 而这个岗位一直是我的梦想 但是我又没有男朋友 我总不能在大马路上 拉一个路人甲来结婚吧 所以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安泽见你这个傻弟弟合适 这是冰冰早就想好的理由 听完这个解释 你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她的这个梦想你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理由你倒没有去怀疑真实性 哈哈那个 冰冰姐你先从我身上下来好不好 你见着那双白花花的眉腿 在自己眼前晃悠 眸光不由的暗暗 不得不说 除去她遭到暴力的性格 她是长得真美 肌肤雪白如白雪 身材更是火辣 前涂后翘 要是真能被她喜欢 让我开豪车住别墅我也愿意 起初冰冰倒也没觉得这个姿势有什么 可经你这么一提醒 她才急忙从你身上跳下来 脸有点红 好可你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发现怎么有点甜甜的 然后站起来准备去倒一杯水来喝 却在这时 系统声音响起 检测到宿主已完成第二个任务选项 摆脱了一辈子成为单身狗的命运 一脸问好 疑惑是什么时候完成这个魔鬼任务 尽管对面前的情况很懵 但是你脑子里还是下意识地选择打卡 打卡成功奖励 恭喜宿主 获得某个上市公司的10%的股份 请宿主拿着股份转让输 前往该公司进行确认 恭喜宿主获得魅力增 强药水 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增强药水 恭喜宿主获得金枪不倒药水 根据这家公司的市值 也就是说 你现在是个拥有上亿资产的富翁了 为我的老公 你发什么呆呢 不是要喝水吗 你被冰冰的声音刺激地身体颤 然后尴尬地笑了笑 冰冰姐我是要喝水 然后你倒了一杯凉白开 一口气喝了一杯 今天怎么感觉这苦普通通的凉白开那么甜 还有为什么你晕倒之后 任务就莫名其妙地完成了 难道 你心中生起一个可怕且荒诞的想法 你看像坐在沙发上的冰冰 目光十分地怀疑 暗中盯着她的嘴唇看 她这樱桃小嘴线条分明 唇红屎白 看起来软软的 像是熟透了的樱桃 该说不说 冰冰姐的颜值是真的点 她长得那么清纯绝美 可她偏偏还不是飞机场 而冰冰此刻正经微作 双瞳若水般藏着一丝丝不安 心里暗想 不会是发现我刚刚吻了她吧 此刻被你这样盯着 她这小心脏就扑通扑通乱跳 像是有一只小鹿乱撞 为了掩盖自己的紧张 她只好变得更冷若冰霜 她还用凶狠的目光 暗藏杀机的瞪了你一眼 弟弟你这么看着你冰冰姐 你想干什么 冰冰姐你那么好看 我不小心就该入迷了 你尴尬的笑了笑 心想难不成冰冰姐也喜欢我 趁我晕倒悄悄亲我 不可能 应该是扶我的时候不小心碰到 收回目光的你 确实没有注意到你对面 一脸高拢的冰冰姐 此刻她那对白嫩轻薄的耳朵 却是红透了 那双秋水盈盈的毛子 有点忧愿地看了一眼这傻弟弟 你知不知道你刚刚是在聊他 可偏偏安泽见傻弟弟也就聊了一下 心想你是不是故意 就聊一聊不深入 渣男 冰冰越想心里面越气 越想越躁动 你随便做 天气有点热 我去洗一下澡 冰冰忽然站起来 她得洗澡冷静冷静 不然她怕自己忍不住 把这个你傻弟弟给吃了 你奇怪地看了一眼冰冰的背影 怎么感觉冰冰姐今天奇奇怪怪的 她不会是在想什么新花样来捉弄我吧 想到这里 心里一寒 你拿出刚刚系统奖励的魅力增强药水 和体质增强药水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先增强一下体质 这样被冰冰姐折磨你也能多抗一下 魅力也顺便增强一下 至于第三份药水 暂时是用不上了 两小瓶药水喝下去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然后你拿起手机 第一次打开自拍这个功能 用手机当做镜子看了看 卧槽这手机屏幕里的男人好帅 安泽健呀安泽健 你现在说是超过无厌祖播出场也不为过 总之就是那种魅力爆棚的帅气 女生看了会腿软尖叫 男生看了都会有肌腱的冲动 与此同时 明亮宽阔的浴室里 冰冰洗好了澡 哪怕是热天 他也习惯抛热水澡 因为他身体有个老毛病不能碰冷水 当冰冰围着白色的浴巾 正想从浴室里走出来时 但是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勾出一抹邪魅擦人的笑容 男人都好色 他在一个尸身浴巾肉抹 那傻弟弟能不能顶得住 他会不会激动地流鼻血 冰冰有些兴奋了 这般想到 他打开浴室的门 朝外面客厅喊了一声 老公我忘记拿衣服 你给我拿过来一下 你听到声音十分警惕然 后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冰冰姐 我这就拿过来 你心里十分平静 才不会认为会有什么视身福利 这女恶魔肯定是在想什么花招捉弄我 你从冰冰的卧室衣柜里 随便拿了一套衣服出来 该说不说 女生的衣服有一种香味 你拿着衣服来到浴室门口 看着扮演的门 你保持警惕 说到冰冰姐 我把你的衣服拿过来放门口 老公你拿进来 我现在不方便 这魔女又要玩什么花样 她一个女人都敢邀请 你一个大男人还不敢进 冰冰按照自己的计划 见你走进卧室 她一只手靠着墙 摆出妖娄撩人的身姿 朝你抛去一个媚眼 然而冰冰的话还没说完 她脸上楚楚动人的表情立刻僵住 这傻弟弟怎么突然帅了那么多 她的心脏立刻扑通扑通的乱跳 心里面的小鹿像是药冲出来一般 下一刻双腿发热 缓缓地倒了下去 你看猛了 急忙跑过去将冰冰从墙边扶起来 冰冰姐你没事吧 你扶着冰冰的身去我没事 就是浴室没通风 刚刚我在泡着水澡 脑子有点缺氧 冰冰心里尴尬的要死 她总不能跟你说 她是被你的帅气给迷晕了吧 可当你将冰冰扶到她的房间时 却看到她的脚踝扭伤了 你见状直接上手一把 拿住她的狱卒 立刻把她扶进房间休息 时隔二分半 她出现在客厅时 却发现冰冰脚踝红肿 一瘸一拐 你意识到现在就是展现男友力的时候 准备拿出祖传的松金正骨手 让冰冰爽一把 只见你颇为严厉地说着冰冰姐 你的脚都那么重 怎么能不治疗 然后你站起来在李若冰旁边坐下 两人离得极近 随着你的靠近 冰冰看似平静的眼眸闪过一丝慌乱 你此时认真地观察着她的脚丫子 她的小巧的脚匀称瘦巢 雪白雪白的 嗨嗨 你意识到自己关注点不对劲 急忙咳嗽一声 然后解释到冰冰姐 我学了正骨按摩 我给你揉揉 不然你的脚肿很有可能走路都有困难 冰冰倒是不在意 她摆摆手表示不用 心里却乐开了花 你一定语气一下子更严厉了 不行必须治疗 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能放过 见着霸道起来的你 冰冰愣了一下 挖她霸道强硬的样子好帅 而你也在 这句话说完 也就硬气了这两秒半 然后就慌了 这么凶冰冰姐 冰冰姐不会给你来一顿毒打吧 就在你心里忐忑不定时 听到了冰冰的声音 那随便你 你有些诧异 冰冰姐今天这么好说话 应该是她现在有求于自己 不然要是以往你这么凶她 你的坟头草该有2.5米高了 而冰冰的声音微颤 不似平时那般清冷淡定 只是你注意力全在她的脚上 根本没注意到 你将冰冰扭伤的狱卒 放在自己膝盖上 然后用双手捏住她的脚丫子 开始缓慢地按摩 手法非常老练 冰冰姐的狱卒 触碰的第一感觉就是好软 你全神贯注地带给冰冰按摩 神色也是非常认真 而冰冰此时也从刚刚的慌张中 冷静了下来 只是她的脚真的很明白 她雪白精致的翘脸 巧然爬上一模一样的红月 这傻弟弟是故意的吧 她什么时候学会了按摩 她太了解你了 连你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裤衩子 她都知道 安泽剑是不是故意想借机亲近自己 想借机玩弄自己的狱卒 臭弟弟不会是个小色狼吧 可是她却一点都不讨厌被你占便宜 相反的她心里还像吃了糖一样 冰冰的视线不受控制 被你帅气迷远的脸吸引 认真的男人真的好有魅力 冰冰姐还疼吗 冰冰姐要不要轻一点 冰冰姐舒服吗 你一边柔弱 一边小心翼翼的询问 你也不敢太用力 要是不小心弄疼了这女恶魔 她非常有可能一脚把自己踢飞 两意愿冰冰姐 你连问了几句 发现冰冰都没有回应 然后你下意识地抬头要看她 可刚有抬头的痕迹 耳边就传来冰冰暴躁的声音 臭弟弟不准看 敢看过来挖了你的眼睛 冰冰的另一只脚踩在了你的背上 非常凶狠 你害怕地应了一声 只好低头继续认真的给她按摩 果然 冰冰姐变得娇羞甜美什么的都是错觉 就这么揉了十分钟后 冰冰诧异地转动自己的脚踝 发现刚刚还有些疼痛胆的脚踝 此刻无论怎么转动 一点疼痛都感受不到 就算是用药也不能好这么快 你只是这么按摩就好了 好神奇 老公 你是从哪学来的按摩手法 冰冰奇怪询问 你淡定地说到祖传的 因为系统有过说明 你获得的奖励 系统会让它变得正规自然 果不其然 冰冰听了这个解释 倒也没怀疑 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12点 你都差点忘了 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只见你拿起 放在桌子上的结婚证 对冰冰说到冰冰姐 你那个主持人 岗位竞选什么时候结束 冰冰文言 眼神一冷 问这个做什么 当然是要离婚了 等你竞选岗位结束 我们就离婚 离婚是你早就想好的 你和冰冰又不是男女朋友 而且冰冰有喜欢的人 也说不定 总是要离婚的 冰冰冷冷地盯着你 一时间不说话 这种目光让你很虚 像是感觉他下一秒 就会把自己杀了 那三个月后 无论你竞选是否成功 我们都去民政局离婚 好啊老公 我们三个月后就去离婚 冰冰有趣地看着你 此时他的眼眸 燃烧着战斗的火焰 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他要在三个月内 把你这个傻弟弟攻略成功 安泽见你等着吧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被冰冰这样盯着你 心里莫名地寒冷 他像是一头凶狠的大灰狼 而自己则是成了他的猎物 那是一种势在必得的眼神 冰冰姐心里 又在想什么阴谋诡计 你将结婚证收好 然后又提醒到冰冰姐 我们结婚的这件事 只能我们两个知道 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冰冰现在是公众人物 还是最当红弹明星 要是他结婚的消息被曝光出去 肯定会影响到他的事业 冰冰懒洋洋地回答了一声欧字 一点不在乎的样子 你想了想 又很认真的说到还有 绝对不能让我爸爸妈妈 还有伯父伯母知道 你老爸老妈 从小就给你灌树长大后 要娶冰冰回家的思想 不轻易允许男性靠近他的女儿 现在要是让李伯父知道 自己跟冰冰结领了结婚证 拐走他的女儿 李伯父得垂死自己 李伯父可是散打冠军 加拳击手冠军 武力之可怕的狠 虽然你才是被拐骗去结婚的那个 但是这样的解释 根本没人会相信 毕竟冰冰可是现在最火的国民女神 此时的冰冰对你露出 一抹甜美的前笑 老公你放心 我不会跟别人主动提起 我们结婚这件事 你这才放心的点头 可你确实没有注意到 冰冰此时嘴角微微勾起 像是一只狡猾的小狐狸精 因为他早就告诉他爸妈 你是他男朋友了 小老公真呆 好可爱的 和冰冰姐约定好后 你对于自己突然成为已婚人士 倒是也淡然接受了 因为你本来就喜欢她 想着能和冰冰姐做三个月夫妻 也算是此生无憾了 随后你从沙发上 站起来对冰冰说到冰冰姐 那就这样我就先回学校了 跟冰冰待在一起 新老师悬着 只觉得她下一秒 就会想些坏招来捉弄自己 听见你说要走 冰冰嗓音很冷 你现在回学校做什么 就那么不愿意跟我待在一个空间吗 还躲着我 我都这么主动 你难道就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吗 她就差白给了 你这沐浴脑袋 听到这你脑袋一热 什么冰冰姐居然也喜欢我 此时你才明白 为什么冰冰姐从小到大都捉弄你 跟你开这种没有蝙蝠的玩笑 就到你准备开口回答 我也 身后冰冰突然开口了 安泽剑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我也喜欢你 全文丸